你把别人加饱散了 然后你告诉别人 你对不起就可以了 你家老公呢 我姐姐我到你家找你老公 我给你老公发房间号 让你老公来找我 然后跟我说去 第一我从来发房间号 第二我从来 你为什么要让你家去找你 让他去你家 是他要来找我 首先第一个他要来找你 你找你 而且也不是在我家去 他跟人家找你 你把姐妹结束我怎么了 是他问我的 对你你就说呀 你好贱啊 那本人家叫爸爸 行 你缺爸爸嘛 我不缺 我不缺你怎么说都行好吗 什么 我有两天记录 一会儿我把打一次 给一次两天记录 都发给你们 这个女的你知道吗 勾引我老公 把我老公加载我是会处理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小单也不会好过 知道了吗 我要让这个事情持续发酵 你知道吗 原来你们营态RV 就用这样的员工 原来他们就你这样的手段 去独裂客户 知道吗 你好用心哦 真的你好劲气 你好强大 你好强大 我感觉你的内心好强大 你知道吗 你一点都没有去 他第一个去惯战 那是因为确实没有什么 什么东西呢 你以后都不要我了 他要你 明天我们俩是领证 就让我把你带着 现在报纸我把你带着 认为你需要负责任 就知道 把在你所有的一切都要负责 我要告诉你 你知道吗 你这个真的是 卫生处截至今年10月20日 落到19宗人类感染类被追过案 已经超过2023年 全年一共17宗的感染数字 有不少市民到担心难逃追击 我们请来医生为大家拆解 类鼻椎的病原体的学名是类鼻椎百克氏菌 这种细菌其实不是在泥土表面 其实它们生活在泥土的下面 大概10cm左右 在一个很低营养的地方 甚至乎没有水的情况之下 它都可以生存得到 它是一种比较强悍的细菌 如果有一些泥土翻滚的活动 比如说一些棕植、建筑、泥土翻滚的时候 这些细菌可能会由一个泥土深层的地方 走上去表面 再加上一些风季、雨季 它有水 这些细菌就会生长 如果一些人类在附近活动 如果吸入了这些土壤 或者它有伤口 接触到这些细菌 也会受到感染 人传人或动物传人 很少会发生 也未有情报过 除非你接触近距离 它受了感染的一些液体 比如说它的血液 或者它那些龙瘡里的龙 如果一个远距离的接触 或者走过 其实是不会受到感染的